My name is Karen and I speak Cantonese 廣東話 廣東話是我自己說的 一生所說的語言 所以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尤其是現在更加少人懂得說廣東話 所以我覺得廣東話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 廣東話準備開始消失是因為 已經沒有人再用廣東話為了主要語言 因為香港自從1997年回歸大陸之後 就永遠只是說薄語 所以我們廣東話是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生存的權力 所以我們準備也會重視加入這個準備被消滅的機構 廣東話在紐約來說可能還有少許機會生存 但是在香港或者其他國家就沒有什麼了